五大国会改革法案周二拼三毒决战 民进党动员群众包围立法院 还料话要有大动作 我们就把青鸟让它飞进立法院的议场 让蓝白两长看看人民真实的力量 身为执政党难道是想号召群众 攻击国会冲进议场 要让外面的群众 让他们直接冲进立法院吗 当家的不要闹事 如果你让外面的群众冲进立法院 你们一定会历史留下臭名 全世界没有看到这样的执政党 在国会表情输了 就煽动群众冲入立法机关 民进党为何如此激动阻挡 蓝莹说一对弊案 官员连藏资料都无法管 国会更没有调查权 如今改革只差最后一里路 超市它资本额还有五十万 它光是买这些鸡蛋就赚了好几亿 南市的太阳冷光点 一狗票公司请问资本额多少 十万块结果经过四年以后 他们现在公司资本额多少 四亿五亿只要是勾穿的 官商勾结的统统要绳之以罚 过去有太多的弊案 立法院要追究起来 他们就把这些资料封存起来 或者拒绝提供资料 所以现在国会改革法案 如果官员想要帮他们当成共犯的话 必须要付出相关的法律责任 讽刺的是民进党过去也主张 国会改革要有听证调查权 在一党的版本只有官员说谎 可以移送法办并且判刑 民众拒绝出席听证会最多罚款 但过去民进党的版本 在听证会上说谎的民众 最高可判刑 七年徒刑 明显对百姓更严苛 如今民进党为何倒过头来 反改革 国会改革法评闯闯最后一关 赖总统520后的国会起手势 面对嘲笑野大 百姓期待理性改革 做全民的总统 记者张正明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